大家好,我是部长 那最近如果你去大卖场或是百货公司 你听到... 嗯,没错 春节就要到了 农历新年就要到了 而每到了农历新年 台湾的院线总是会非常的热闹 所谓的赫岁片 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准备上档啦 今年最特别的呢 就是情人节刚好落在小年夜啊 而今天这个跟Yahoo合作的这个影片呢 我们就要来带各位观众来看看 今年有哪些适合合家观赏的赫岁片电影咯 让我们开始吧 《花甲大人转男孩》2月9号上映 这部电影呢 就是去年2017年台湾很受欢迎的电视剧 《花甲男孩转大人》的电影版续作 《花甲男孩转大人》呢 是台式八大电视与公式共同监制的 直剧场第七部作品 由卢广仲、蔡震南、龙绍华、康康、柯淑源 海玉芬等人主演 这部电视剧呢 也创下了直剧场有史以来的最高收视 我相信很多观众包括我 就是对于剧中有一颗 一镜到底的镜头印象深刻 也因为这颗镜头意外地看到卢广仲非常成熟的演技 而在2018的贺岁档期 花甲就要回来了 这次的故事主要围绕在电视剧中成功获得阿伟芳心的花甲 在花甲退伍之后好不容易跟阿伟重逢 再一次party结束之后 发现自己裸体跟阿伟躺在床上 而阿伟的父母亲相当保守 听到这件事情气到直接来到花甲面前理论 要花甲负责 状况也逐渐失控 阿伟也对于花甲的表现感到非常失望 究竟花甲能不能够解决自己人生的空前危机 拯救与阿伟的感情以及家族之间的争吵呢 西游记 女儿国 2月14号上映 这是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续作 这次的演员阵容有怨穹丹跟喜剧新贵潘兵龙 在西游记的原著故事之中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呢 就是这个国王跟唐僧之间的爱情故事 而西游记的故事往往都是贺岁电影的热门题材 而刚好今年过年跟情人节非常的接近 而这次的西游记选择女儿国这个故事线来发挥就再适合不过了 想要看充满东方色彩的惊人动画效果呢 这部就会是不错的选择哦 黑豹2月13号上映 黑豹是漫威影业下一个阶段想要打造的全新英雄 故事将皆需在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之后 蒂查拉返回拥有先进科技 却与语世隔绝的瓦甘达承接王位 但是积怨已久的宿敌再度出现 蒂查拉是否拥有国王的资格 与成为黑豹该拥有的霸气 马上受到严峻的考验 这部电影是漫威影业史上最最最重要的作品 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之前的最后一部超级英雄作品 黑豹呢也算是背负者成亲启后的这个重要的任务 我对于这个英雄的黑色妹真的无法抵挡 而无限之战之前最后的准备工作的这个电影 准备要上呢 你们准备好了吗 蒙牛费迪南 2月15号上映 改编自长达57年的十大经典童书爱花的牛 由蓝天工作室制作的3D动画戏剧 由台湾人最熟悉最喜爱的摔角选手 John Cena以及凯特麦金龙配音 中文版呢则是找了凤小月来担任费迪南的配音 一只面恶心善的公牛费迪南 在一次的意外不小心被选为斗牛界的凝日之星 不过斗牛场上呢是非常残酷悲哀的 斗牛只有死去的命运 但是善良的费迪南 心中即使有着千百般的不愿意 但依然被迫离开家乡 展开了一连串的训练 这部电影我觉得非常适合小朋友观看 因为这种反差萌呢 是在动画片中常看到的这种冲突 这作品呢也有入围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 在赫税档期 如果你想要看又有欢乐又有泪水的作品呢 就是首推这一部啦 Ferdinand 桌妖记2 2018年奇幻喜剧电影 由徐成义指导 远景林编剧 这部电影是2015年的电影桌妖记的续集 主要的演员有 百百合 景柏然 梁朝伟 黄磊 杨又宁 李宇春 在2015年桌妖记在中国创下了当年的票房冠军 高达25亿人民币 相当于115亿台币的这恐怖数字 故事的概念采用浦松林聊哉质疑的宅妖 作为蓝图创造出来的奇幻故事 而片中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妖怪 而故事也围绕在这个可爱的小妖王胡巴身上 在上一集我们就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妖怪 跟人类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特殊情感 这次胡巴踏上了寻亲之旅 究竟会遇到什么样不一样的奇幻冒险呢 好的 以上呢 就是这次分享给各位的赫岁档期电影啦 你们想要看哪一部呢 哪一部让你最感兴趣呢 在这个赫岁档期 你会选择哪一部去看呢 记得在底下留言区留言留下你的选择哦 喜欢这个影片呢 记得给这个影片一个赞并订阅部长的YouTube频道 我是部长 布九